大家好 大家好啊 频频传来好消息啊 今天一大早 我这边的时间啊 洛杉矶时间一大早 说中国对美征 叫七千 没有 七百五十亿商品征收关税 中国 我当时一看 一听到这消息 好消息 好 习近平嘛 关键时候给你来一下 神助攻 我当时我就知道 川普肯定生气 川普的必须生气呀 天天被你 共产党耍 被习近平耍 结果呢 平白无故的 没个征兆 突然给你加个七千五百亿关税了 对美国征税了 川普急呀 立刻发推的 川普这人发推狂人了 天天发 发的我啊 发完一个 发完一个又一个 发了我都不想看了 我说川普大爷呀 你直接就说 你要干嘛 你别天天发情绪 又发推特 发表一下你的高见啥的 你直接说你要对中国干啥 后来到下午两点多钟 现在是两点多钟嘛 现在三点多的 他发推特说什么 要对中国两千五百亿商品 征收 提高税率从百分之 两千五百 从百分之二十五 增到百分之三十 然后对另外的三千亿商品 美元啊 从百分之十 提高了百分之十五 终于干了 川普啊 你终于干了 啊 我早就说过 在美国今天的美国政府内阁 包括他的整个 执政体系上 川普是最清华的 你知道吧 川普是最清华的政客 现在整个美国 他妈民主党 共和党 哪个不对共产党 不会要干的 现在 现在 民主党 民主党有许多对华政策嘛 对共产党政策 民主党是反对川普的 为什么 觉得你这川普 对中国干的手段太软了 指责的是这个 觉得你这川普不行 对共产党手段太软了 包括这个通俄门也是 通俄门也是为什么 民主党死了啊 民主党觉得你这川普 对 对那个 俄罗斯手段太软了 必须要干 民主党现在 现在选举了嘛 他的火力全开 他要干这个干那个 主要是干中国啊 主要是干中国 民主党呢 反而干 伊朗好像 不大对劲 我看民主党党员啥的 民主党议员啊 因为民主党 现在主要要干的就是 中国 有人说为什么要干中国 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民主党这个党 他是为 他是什么呢 他主要是吸引中 美国的中低收入阶层 美国的中低收入阶层 他们的工作机会被谁抢走的 被中国抢走的 天天抱怨啊 美国的资争资本家都把那些工厂开到中国去了 让美国这些中低收入阶层失业的 这些人是谁的票仓 就是民主党的票仓 他们民主党跟你 当然民主党还有另外一个票仓啊 就是华尔街和硅谷嘛 但是 华尔街和硅谷正在跟中国进行脱钩 我已经发现了 所以 民主党他的那个票仓是中下阶层吗 劳工 民主党这招很狠的 民主党这帮我骂的 我跟你讲 民主党是 整个美国 最坏的一帮人 你知道吧 真的 你千万不要说什么 共和党人对中国坏啊 共和党 你看那小布什 老布什 老布什1989年什么8964 但是 本来主要是我所说的 中国就是共产党啊 老布什你看啊 暗中 发信 跟邓小平说 哎我对你好一点啊 怎么样啊怎么样 国会那个压力啊 过了几年我就跟你和好了 就真的啊 老布什是亲口都有记录的 跟那个邓小平说的 那小布什呢 到2001年之后呢 小布什天天忙着反恐的 没管没管得上 共产党 那 08年以后 那个什么 奥巴马 这帮人 这帮人又上台 又跟共产党进行合作 完了 最后2016年 川普一上台 一看 中国已经这么强大了 已经要威胁美国的国家地位了 全球地位了 已经要跟美国一带一路 什么中国梦要跟美国干了 到了今天 什么 美国的国家 已经感受到巨大的国家威胁 安全威胁 知道吧 美国已经从 这二战以后 美国 这个国家遇到了最大威胁 就是中国 为什么 中国不光是军事上 他开着那个核武器啊 什么什么海军啊 导弹啊 什么中层导弹 他从 经济上 通过廉价的商品 廉价的这种贸易 不断的 就是说 经济侵略美国 把美国的 中低端那种 工作崗位 都给干掉了 他说美国基本上 美国人民现在 中低端的只能去领一下 福利救济金了 还有的就睡大街了 因为中低端的岗位 在美国都被 中国给抢了 这是经济上的美国的国家敌人 政治上 中国要成为一级 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 军事上 中国 要冲出东亚 冲出东南亚 冲向中东 冲向太平洋 对不对 又是美国的 危险 所以说我早就说过 就算明年 川普下台了 就算明年那个 叫习近平 现在就挂了 现在川普一加关税 习近平一机弄 咖机 死掉了 没有用了 美国与中国的对决 必然要死一个 就这么跟你说 美国与中国的对决 必然要死一个 现在就是 全世界人你选择 你选择站在哪一边 你爱不爱国都跟你没关系的 对不对 因为爱国呢 那美国人当年杀日本人 日本人爱国就不杀了 美国人当年杀德国人 德国人爱国就不杀了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问的是你选择哪一边 知道 我不是问你你他们 爱哪一个或者说你的你的个人主义你的个人理想你的个人利益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选择哪一边 知道了吧 就像那个二战人 法西斯跟反法西斯一个阵营吗 各自独立一个阵营 各自为营 对不对 现在就要问你你选择哪一边 你东南亚的人你站在哪一边 你欧洲的那些国家你站在哪一边 对不对 你不是敌人 就是朋友 你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就跟那个澳大太平洋战争一打 美国跟纳美那些国家 直接就跟他们讲你们选边站 你们站在法西斯那一边 还是选择站在我美国这一边 你没有第三个选择 你不要跟我说你要中立中立什么 所以那么巴西亚根廷都跟着美国去欧洲干德国嘛 你不派不行 对不对 在这场 生死决战中 这个世界到底谁说了算的过程中 这个世界到底是自由民主说了算 还是独裁 专制说了算 这个世界 是中国的主席说了算 那个共产党的党魁党首说了算 还是美国总统说了算 这是美国人民的国家利益 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知道吧 不是川普你这一人 所以所以有人经常说 川普怎么样怎么样 打击中共什么 川普是川普是最清华的 知道吧 川普现在是美国政府里面最清华的 那那么副总统彭斯那种感觉 直接就要干了 直接就要跟共产党干了 那种 那才叫鹰派 那要是一上来 我跟你讲 你共产党那些在美国的那些 家人亲属你那些 澳来 你们都会有生命危险呢 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如果美国的鹰派真的上台了 你们这些留学生就是亲共的 你们那些 官员的澳来 官员的子女 官员的什么父母在美国的 你即使你移民了成为美国公民 你们都可能有生命危险了 你不要说财产危险了 因为你直接就是美国的敌人嘛 鹰派一上台 中国就是美国的敌人 你现在站在美国敌人的 一方 你帮助美国的敌人 你 你结果呢你又是美国国籍 那你属于什么 你属于叛徒吗 上来就给你上脚型架了 对不对 你如果说你拿着绿卡在美国 那你更是间谍 对不对 你属于中国人派过来的打入我美国内部 你是间谍 间谍也是 上去就给你 联邦大厦联邦监狱就 蹲吧 对不对 美国的鹰派一上台那简直就是 吹雾拉酒 你 你就 说实在了 你那中国那些当官的 那些 就包括那些 附属机构吧 当官的追随者那些 爪牙 你死无葬身之力 跟你讲 美国这个国家 他是这个世界上 最强大的 最具有行动能力的 一旦瞄准了你 就把你干死的国家 有人说那美国在 朝鲜 越南也没干死 朝鲜和越南了 那错了 那是因为冷战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谁啊 是苏联 美国在冷战中所有的政策都围绕着把苏联干死 别的那都属于冷战中的热战 属于叫什么热个身 而已 知道吧 打了两场战争不是为了打越南跟朝鲜 是背后的那个 苏联 共产主义 美国的主要敌 美国当时最大的敌人 是苏联 明不明白 他们能把越南朝鲜都处于 拿不出手的国家 那种国家 给干掉 把他干掉 怎么怎么干都行 必须要把苏联给干掉 好 现在呢 现在苏联已经亡了 现在 中国成功的这个习近平成功的把美国的所有炮火都吸引到自己身上 现在美国已经认定了 我早就说过美国决定 美国这个国家已经认定 中国就是这个国家的敌人 就是美国的敌人 美国这个国家 他已经认定了 但是 川普呢 他还是有这种 因为他是个商人嘛 他还是有这种 亲共 亲他妈共产党 亲这个独裁者 这个倾向 知道吧 川普要是下台了 下面一个总统 美国换下一个总统 会对中国 更狠 绝对的 绝对的 更狠 绝对是更狠 你通过今年那个 与台湾叫 关系法 不叫与台湾关系法 叫与台湾什么 保证法 美国众议院 没有反对票 400多票投赞成 没有一例反对票 美国国会 已经对共产党 恨之入骨了 现在美国国会就两种人 一种人是赞同川普打中国 还有一种人是什么 是不赞同川普怎么怎么打中国的手段这么轻 反对川普 打中国的手段太轻了 现在美国国会就这两种人 你看美国的大选 还有哪个说敢亲共的 哪个发表言论敢亲共的 以前那个什么 乔拜登什么的 被称为什么的 沉睡的乔拜登嘛 他以前刚刚发表那个亲中国言论 他很快的就改变了 他现在他妈言论又不是亲亲中国的呢 现在要他妈比中国比那川普还要狠 现在 这帮人 所以为什么 上天已经注定了 根本不需要问你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 不需要 这不重要 我早就说过 现在是你站在哪一边 你站在哪个阵营 对不对 两个军队都要打起来了 你跟我说 跟我讨论 这场战争正义还邪恶 讨论什么讨论 你站在哪一边 跟我混还是跟中国混 美国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回答 美国这个问题 没有中立的 每一个人都要回答 所以 如果中国不完蛋 那就是美国完蛋 就这两个结果 所以你认为美国会完蛋吗 战争嘛 战争 根本不是 叫 他的叫什么呢 对抗的最高境界 根本不是啊 战争只是政治的延伸 是一个手段 而且战争的破坏力根本也不强大了 对不对 也不强大 强大什么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整个二战 美国牺牲了41万人 42万还是41万 好 你知道美国吸毒每年死掉多少人吗 根据美国的检测 美国吸毒好像每年死掉的七八万人 也就是说美国十年 美国十年就得死七八十万人死在吸毒上 那能打两个澳战呢 对不对 中国澳战 你想想中国澳战中整个抗日战争死掉的人算2000万嘛 中国大饥荒死掉多少万 可能是4000万可能是6000万 可能是8000万 都不知道 所以说战争根本不是说最可怕的 比战争可怕的东西多了 跟你开玩笑了 朝鲜战争 朝鲜人死掉多少万 算他死100万人吗 算他100万人 那场战争中 朝鲜死掉的人100万 可是没有打仗 从 把门列签过条约之后 朝鲜死了多少人 朝鲜死于政治迫害 北极有20人多少人 起码得有200万人吗 战争根本就不可怕 啊 早就说过 都是骗人哪 战争可怕什么 独裁才可怕 战争 哎 孩子想起了奥战中一句名言 没有经历过战活洗礼的国家 不可能会 成为伟大的国家了 美国从不惧怕战争 所以五毛小粉红说 天天 跟你干什么 干这个 干那个 美国每天都在打仗 美军每天都在打仗 美国不害怕战争 真的是 美国一直在愁 没有敌人可打 这他妈的 烦恼啊 美国 从出生的那一天 就注定 在战斗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